请抓紧拍照 好 请回到原座 好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13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记者会 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 人大监督工作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 12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尹中青先生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吴恒先生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袁氏先生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郑公成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刘修文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巡视员 傅文杰先生 围绕这一主题 回答大家的提问 好 现在开始提问 请中区第三排靠右侧的第三位 穿白色西服的那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把第一个提问机会给到了我 我是新华网记者 我的这个问题是提给尹中青先生的 有的企业反映关闭小钢铁小煤窑 导致民间投资血本无归 下岗职工流离失所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成本吗 去年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 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 请问调研情况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谢谢 是新华网青 我问 劳码 通过 劳码 has made private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and workers lose their jobs. Is such an unavoidable caus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last year at the MPC Standing Committee heard and deliberated on the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advanc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mmittee organized a special research to follow up. Can you give u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and what are the outcom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执行三驱一降一步政策中 可能是有些地方出现一些个别问题 但不是普遍现象 实际共激测接口性改革 也不仅仅是三驱一降一步 去年上半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的部署 全国人大常委安排听取 国务院关于推进共激测接口性改革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转型工作报告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力来推进制造业 共激测接口性改革 更好力实行三驱一降一步 为了配合这个专项工作报告 财经委呢专门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 我担任这个电案组的组长 我们先后去了上海 湖北 重庆 湖南 山东 天津 浙江七个省进行调研 先后考察了企业有一百多家 我还没第一次听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反应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 这个调研报告提交全国政大常会第27次会议来参阅 在这个会上呢 这个调研报告呢 得到很好的反响 最后这个调研报告连同全国政大常会的审议意见 送给了国务院来进行参考 有力地推动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来推进制造业的供给测结构性改革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提了六个方面的建议 实际有些思考建议可能呢 也有利于回答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随着电子商务 大数据 云计算 无联网的快速发展 制造业形态更加多样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 那么在我们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时候 一定要促进制造业的转型生机 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在全球防卫内向这个微效曲线的这个两端来延伸 第二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调研报告提出 当前在这个制造业发展过程中 政府约位和缺位的形这种现象仍大量存在 过度干预行众手段过多的问题也很突出 你刚才讲到的问题实际就是在一些地方政府 在三区一将一补 特别是去产能 去库存这个过程中 简单地利用行政手段关停并转 没有注意运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解决僵尸企业的出清问题 解决包括一些企业的产权债务和职贡的安置问题 这是个别的 所以我们提出来呢 在这个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 一定要制定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 科技市场 科技政策 一定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该政府干的政府干 不该政府干的有事情 政府也不能伸手 应该更好地运用市场法治手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通过完善产业政策来计划市场机制来促进供给侧测借口性改革 第三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关系 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年来 中国经济中间出现了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脱节 金融在一些地方 在一些领域脱势向需现象比较严重 所以推进供给侧测借口性改革 就要把制造业与金融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引导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不断满足制造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让金融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第四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关系 我们在调案中发觉呢 现在一些地方呢 把简单的这个一些传统产业就认为是落后产业 实际呢 这个衡量这个产业没有落后产业 只有落后技术 所以在制造业这个新机油动能转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处理好这个关系 就是在存量调整中来催生增量 以作大增量来促进存量调整 来逐步地化解过剩产能 不能把这个一些传统产业一股脑里都打成落后产业 也不要一股脑里都去奔转一些所谓的先进行业 实际呢 这个一些传统产业 它也仍然是我们现在支撑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 并且呢 它主要是通过技术改造 通过更新 它来实现这个传统产业的转型生机 所以一定得处理好这个促进传统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型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 来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向这个中高端来迈进 第五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大中型企业与小伪型企业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大中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那么中小伪企业更多体现为民营企业 那么三去一降一补 不是去要过进民退 不是要大量的消灭 或者是一致中小伪企业的发展 实际呢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伪型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它都有各有特点 所以在这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 我们一定要这个优化企业里产业结构 来把这个原来啊 过分地注重大中型企业 注重国有企业 像这个同等重视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伪型企业 并重转变 更加重视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和伪型企业的发展 更加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 这样来促进我们整个企业呢 结构更加均衡 最后一个呢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 因为调研包括 我们在调研中发觉呢 在最近这些年来 一些地方 特别沿海地区 在同龙换鸟的过程中 笼子腾开了 但是鸟没引进来 在这个包括我们进行这个 一路一带建设 这个过程中就是鼓励我们的一些企业走出去 但是呢 原来一些地方的一些制造业 特别是纺织 画线 服装 鞋帽 这些劳动密集性的企业 大量地转向了国外 特别东南亚市场 孟加拉 非洲和拉美 所以我们要鼓励呢 要这个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促进 引进来与走出去 我们也包括引进 又鼓励企业呢 从沿海向中部 从中部向西部 来逐渐地发展 我们鼓励企业向海外 也是让它来通过特别一些产业的转移 但不是让它搬出去 所以中国呢 我们还求资金 中国也不能过早地产业空心化 所以在这个 第二个我们提出来 在这个处理 一定要处理好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两种资源 引进来走出去这个关系 来实现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 谢谢大家 好 继续提问 请这个右区第五排 靠左侧的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团结报团结网记者 这个问题是提给吴恒副主任委员的 我们注意到执法检查工作 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突出亮点 也是咱们教科文卫委员会工作的突出亮点 请问自2015年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后 针对该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开展了哪些后续的工作 谢谢 团结报 我很高兴啊 这位记者 关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工作 因为执法检查是监督法赋予常委会一项很重要的职能 那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来 涉及教科文威领域的执法检查有七项之多 五年检查了七部法律的实施情况 那么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职业交易法的执法检查 这个是我们认为是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 他创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第一 那么大家首先知道职业交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立国立民 也是习总书记讲的 这是让千百万人梦想成真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和方式 同时也是我们当前脱贫攻坚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千百万个家庭如果他们有子女经过规范的职业教育 获得一技之长 那么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家庭乃至于他所在的那个小的区域 那么解除贫困 解脱贫困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也是我们将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条路 也就是我们需要大国的能工巧匠 所以职业教育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我说这个15年开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职业教育法的执法检查 那么将在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当中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的办事机构有这么一个统计 所以这一次的执法检查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一个第一次就是委员长 张德江委员长亲自确定这一个执法检查的重点 因为我们知道职业教育它涉及的内容也是很宽泛的 职业教育法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很多的 那么如何要在有效的时间里面 把这一个重点和社会当前最关注的问题抓准 这是很不容易的 委员长亲自来选择这个检查的重点 这是第一 第二个第一次就是委员长亲任 执法检查组的组长 这个亲自在常委会上 向委员们来报告这个执法检查的结果 同时也亲自主持这个专题询问 那么这个委员长主持这个专题询问呢 绝不是简单的就召集问答双方提问回答问题 他呢还把问答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把它契合 找到这当中的共同点 这是第三个第一次 第四个第一次呢 委员长亲自主持 我们执法检查组来自包括媒体的 在内的和国务院相关的部委啊 进行面对面的对接 共同就难题的来进行寻找化解的方法 那么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了 在这个职业交易法执法检查 这个整个流程走完以后啊 也就是按照监督法的要求 在这个常委会审议之后 那么国务院在六个月 向这个常委会反馈了他们的这个工作情况以后啊 那么按照委员长的要求呢 还继续由这个教科工业委员会 开展这个耕种调研 也就进一步啊 把这个职业交易执法检查的时效凸显出来 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 那么当时就是当年呢 埃利根副委员长带队到新疆到南疆 开展这个职业交易法执法检查 当时我们看到呢 当地很重视这个职业教育 很多的维族的这个学生呢 在职业学校学习 那么我们也有随行的同志呢 就有一个担心呢 就是说感觉到他们在职业学校 学习的一些技能 好像在当地呢 还没有类似的产业能够支撑 也就是产生了一个 学了以后怎么弄 怎么用 怎么来实现他的人生梦想 那么我们在17年进行这个跟踪调研的时候 我们在北疆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找到了这样一个疑问的 答案 也就是北疆一些这个企业啊 他们就把这一个在南疆进行过专门培训的 这些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呢 这个引到这个企业里面来 那么这些学生呢 不能说孩子了 这些学生 他们通过他们的技能 因为他们已经专门的训练了嘛 在企业里面 不仅有工作 有收入 而且还能补贴一些家用 至少从这个小例子 我们一起可以感受到啊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我想这个小例子也说明呢 全国的大常委会 重视职业教育的 重视这个执法检查的形式 更重视执法检查的成效 不知道这样子的回答是否满意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左驱第四排 靠右侧的第一位这个记者 谢谢取局给我这个提问机会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提问 我的这个问题呢 是提给这个预算工委的 刘修文副主任的 刘俊文我们都知道哈 这个审查批准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各级人大 以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 今年的全国人大会的前夕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布了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 和政策拓展的相关指导意见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人民日报在3月7号 不但刊登了全文 还在3月9号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那么我想请问刘主任的是 我们出台这样一项 重大改革措施的主要内容 和具体要求是什么 那么下一步的具体的执行措施 谢谢 CGTN my question is for Mr Liu People's Congresses and their standing committees exercise the power to review and adopt budget and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dge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before this MPC sessio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 on focusing on expenditure budget and policy in MPC budgetary review its full text and in-depth analysis can be found on People's Daily on its March the 7th and March the 9th editions can you brief us about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and substance of this major reform what are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carry out this major reform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 对这份刚刚出楼的 中央重要改革主策的关注 因为私事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的重点 像资助预算和政治措斩 是贯彻罗斯党的19大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加强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职能的 一项重要的主策 应该说意义非常深远 这个措斩的主题内容 要求和主题的措施 都非常丰富 实际关系 我只能做一个简要的回应 关于措斩的总体要求的话 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 集中统一领导 主要是时 支持预算和政策 更好的贯彻罗斯 党中央的车车部署 使预算安排 在国家的工作中 得到全面的贯彻和罗斯 和有效执行 第二个呢就是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主要是 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使财政预算和政策 更好的 赋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点呢就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 主要是呢 要牢牢把握 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四点就是 坚持依法开展审查和监督 主要是 进一步增强这个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推动我们的政府 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 第五点就是 坚持问题讨向 就是着地啊 推动解决 问题的长销机制 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关心的 重点 难点 热点问题 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坚持 积极探索与扎实推进相结合 确保这些改革 取得时效 关于这个主要的内容 主要应该说是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支出预算的总量和结构 第二个呢 就是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 第三呢 就是部门预算 第四呢 就是财政转移支付 第五个呢 就是政府债务 同时的话呢 也要加强对收入上的审查和监督 确保不收过头税 严防财政收入的虚增和空转 至于自己措施 有八个方面 这个人民日报呢 已经都做了成年的刊登 所以的话呢 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就回答这么多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区第四排 靠左侧的那个第一位 穿红衣服的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现代快报的记者 我这个问题是提给 环自伟副主任委员袁四的 我们注意到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请问这次检查有哪些特点 我们又提出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谢谢 谢谢 多过来说 我的问题是给先生 元 昨年 NPC standing committee inspecte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caused by solid waste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this inspection and what are the targeted suggestions 谢谢您的问题 去年是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依法履职的最后一年 但是在执法检查上 没有丝毫的放缓 而且是 反而是重重的出击了一拳 对这个固体废物 环境防治法 实施了这个执法检查 那下面我就简称就是固废法 而且呢 力度空前 这个固体废物 污染的防治 与我们非常熟悉的 大气水和土壤污染 污染防治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固体废物如果 不处理不当 就会流到空气里面 土壤里面 水里面 所以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 那么你问到这个特点 这次执法检查 这次执法检查应该说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我把它归纳为 重拳出击 对政开放 表里坚固 标本监制 重拳出击呢 是说 这次执法力度非常的大 覆盖面非常的广 张德江委员长亲自担任组长 四位副委员长带队赴地方检查 48位常委会委员 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参加 历时五个月 覆盖三十一个省 趋势 这是第一个特点 重拳出击 第二个特点是 对症开放 我们不说对症下药 下药因为我们是 不是执行的机关 我们能够 开放就是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执法检查 突出问题导向 边查边改 检查的重点内容紧扣着 生活垃圾分类 促勤养殖废弃物处理 危险废物监管 进口固体废物管理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防范洋垃圾 进口 等等 这些党中央高度关注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 我也举一个例子 比如在一个城市检查期间 当地对危险废物 跨省转移问题反应强烈 执法检查组到实地进行检查 发现大量的危险废物和 桶装的废液 被临近省份 转移到当地的一个林地中掩埋 现场是一片狼藉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那么带队的常务会领导 一位副委员长 就地严正的指出 要抓紧处置这些非法 跨省转移的危险废物 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要依法严肃追责 通报处理结果 还有其他的 后来执法检查组回到 刚刚回到北京之后 就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 说这个案件 已经由环保部和公安部等部门 联合挂牌 独办 相关省级的政府及有关部门 也高度重视 严肃依法处理追责 这个我上次参加记者会说的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人大监督 我们是该亮剑就亮剑 该断腕就断腕 这是第二个特点 这个是要对政 要开方的 第三个特点是表理兼顾 表理兼顾是说 执法检查的方式多样 扎实深入 既有面上的 这个调研和问卷 我们在通过新闻媒体 开展网上的问卷调查 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对执法检查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还深入定点去检查 还有随机抽查相结合 深入到固体废物 产生收集运转处理处置和监督管理一线 全面了解法律实施的情况 这个有表几理 这个有表面到深入 第四个特点就是标本监制 标本监制是说 监督与立法相结合 标本监制 就检查过程中 还认真的去调研 认真的去梳理 深入去研究 顾费法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现实情况 有一些不太相符的 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 就是着眼于 法律未来的修改和完善 为法律修改完善 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么回来之后呢 这个刚才那吴主任讲 这个张德江很多第一次 执法检查已经把第一次站上了 但是这个 那第一次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这个顾费法检查 做在大会上做报告 就是张德江委员长 亲自做执法检查报告 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成效 指出了九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九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因为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 我觉得您这关注的 还非常的到位 那我把九个方面的建议呢 简单的 简单的表述一下 时间关系 只能念一下标题 一是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普及教育 二是协同推进固体废物治理 三是推动形成政府企业 公共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四是着力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工作 五是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六是深入推进工业固体废物治理 七是完善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机制 八是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 九是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这么九方面的建议 那么为了强化执法监督的实效 常委会还开展了专题询问 由张德江委员长亲自主持 这次专题询问也占了一个第一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后 开展的第一个专题询问 总之呢 我把这个四个特点 九方面的建议 我想这样回答这位记者的问题 总之这次对顾费法的执法检查 和专题询问是常委会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推动法律全面正确有效 贯彻实施促进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举措 感谢您的问题 使得我们有机会 做对这个顾费法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法律宣传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中区第四排 靠左侧的第二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 央视网央视新闻移动网 记者提问 我的这个问题是提给我们 内思委的政工程委员的 网络安全呢 一直都是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 为什么在网络安全法 实施的当年就开展执法检查 那么在执法检查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新的举措 谢谢 CCTV My question is for Mr. Zheng Cyber security is a matter of great interest to the public We noticed that the MPC standing committee launched inspection 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yber security law the same year as it came into effect Can you talk about the reason and what are the new approaches adopted in this inspection 好 谢谢你的理论 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 互联网的时代 网络安全问题呢 也成了普遍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 所以它不仅关系到 国家的唐智九安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和文明昆德的切实利益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有一个认识呢 就是没有网络安全 就没有国家安全 也不负有子质 和个人信息的安全 正是由于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性 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且个人大常委会来高度重视 网络安全的问题 在2012年12月通过了 关于加强网络兴起保护的决定 2016年11月制定的网络安全法 简单为叫一法一决定 12届文大常委会 在17年8到10月份 在这个一法一决定的设施 进行的执法检查 就是您刚才讲的 就是开创了这个法律 制定还不到一年呢 就进行执法检查 我想表明对它的特殊重要性 这次执法检查呢 是由我们立司委牵头指的实施的 在检查的过程中间 除了按照以往的惯例 听起局管部门 与相关部门的情况介绍 由六位副委员党 分别带领检查子 附六个省区市进行检查 同时而委托12个省区 西市文大常委会 在本行邓区院进行检查外 还首次尝试了邀请第三方 有戏地参与检查 这一新举措呢 应该说起得了良好的疼效 为什么邀请第三方参加呢 因为网络安全的专业性很强 但以我们检查子团员来讲啊 这个是非常通向的 按照传统的检查方式 可能很难以待法律设施的 真实情况 进行一个前面的了解 并且自主科学的判断 所以委托专业机构 来协助当专业性的工作 会起到提高 自发检查时效的作用 在这次自发检查中 我们委托的是国内很传威的 这个东国信息案件测评东心 根据自发检查子 在比检查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部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进行专业性的检测 从该东心区区的检测报告显示 有大有四分之一的单位的网络安全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单位的问题还比较特殊 简直还发现 公寄者可以利用网站存在的漏洞 对某地级市政府的门户网站 发布的内容进行创检删去 还可以利用某省 及地方经营管理 新实系统存在的漏洞 精益地废弃该服务器管理员的权限 这年冬地威胁了 广大和服的财产案件 和刑警案件 同时我们还委托 通过青年报社 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带网络安全法 实质情况进行的民意调查 这个调查中心 用专业的社会调查手段的方法 带来自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的 一万多名捆动进行了调查 并且为检察局提供了 这个民意调查报告 第三方的有戏参与 每一步的检察组组员 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不足 增强了执法检察的专业性 与权威性 比方说一个单位 在汇报的时候 强调他们如何采取措施 防范安全隐犯 但远程检测发现 这个单位的业务系统 承担了多个网络安全的高维漏洞 承担用户信息谐料 重要数据灿改等重大隐犯 这些问题通过传统的检察方式 是难以发现的 因此第三方的有戏参与 交好的解决了 执法检察组专业性不足的 这么一个难理 第三方的有戏参与 还增加了执法检察的 核观性 公正性 比方我们在执法检察中 多数地方和单位 都会在废报中 强调如何重视 网络安全法的宣传 在《东国青年报》 设计民意调查东西的 民意调查却发现 当时律序的这个调查报告 反正有55%的受访者 在网络安全法却发了解 有接近15%的受访者 甚至没有听说过网络安全法 有的地方 田邓福的一把手 也不知道有网络安全法 这个两点之间的差距 反映了一些地方 在普发宣传中 存在的问题 民意调查报告还显示 在执法部门 打击侵害公民 个人信息的 违法犯罪现象 等问题的公动满意度 不足50% 这表明法律的贯者实施 还是要加大力度 所以委内地三方 机构参与执法检察 是你12届前个文大常委 会执法检察的 一支新的厂试 实际证明 这一创新 在提高文大监督 工作的时效 是有帮助的 谢谢 好 继续题外 好 请右区第六排 这个靠左侧的第四位 那个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中心社 和中心网的记者 那么有个问题呢 想提问刘修文副主任 那么看好政府的钱袋子 是我们人大代表的一个法定的职责 但是呢 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也注意到 有一些代表呢 可能反映啊 咱们这个预算的这个草案呢 是越来越厚 并且呢 这个预算的编制呢 也是有一些晦涩 或者说感觉有一些地方呢 看得不是太懂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老问题 也是一个新问题 那么您看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那么站在我们工作的角度 这个预算编制啊 还可以做哪些优化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中国研究新闻 我的问题是给 Mr. Liu 要保持人的钱袋 在好手上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 在我们的讨论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找到 资料预算太厚 和太厉害 来读书 结果 他们不是很努力 去研究预算 Mr. Liu 你觉得什么原因 and how to improve the budgeting work to fundamentally address these problems 谢谢记者朋友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因为 今年我也是 第一次当行为 成功论的代表 在代表堂的 那个审议过程中间 也有很多代表 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 但是应该说 总体上面来看 预算看不懂的问题 比网尼 应该说是 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以确实成才 有的代表 看不懂 预算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 可能还是 跟预算的专业性 比较强 有关系 因为预算草案 涉及到方方面面 各行各业 这里面的数字 项目 包括专有名词 都比较多 数字资金的关系 应该说 比较复杂 确实不太容易看得懂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就是 让预算更加透明易懂 我想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课题 从人大的角度 从我个人来看 我估计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做最努力 第一方面应该是 督处 国务院 这些有关部门 进一步 细化预算草案 主要是要 落实好 这个预算法 第46条 第75条的规定 第二个方面呢 就应该是 督处 国务院 这些有关部门 也是 进一步 改革 预算编制制度 主要是 落实好 预算法 第47条的规定 已就是 要尽力建成 预算的 编制 执行 相互自由 相互协调的机制 实际上面 这也是 党的 16届 三中成会 提出的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 跟着我的体会 就是应该 进一步做好 事宜 解合的工作 那个 我这里带了一本 这个 政府预算解读 比如说 就是应该 进一步啊 提高啊 这本 政府预算解读的 读本的质量 应该用尽可能呢 用这个 通俗的语言 用更加 吃光的那个 头表 就是把这个 预算草案的 那个 重点 量点 或者是知识点 把它 突出出来 让大余能够 一模了难地 就是能够 全面地把握 预算的 长毛和重点 第四个方面 应该就是 加强我们 能达 自身的建设 主要是要 进一步加强 机构啊 人力啊 法治啊 以及我们代表的 与之人力建设 这样我们进一步 做好为代表的 服务工作 我就回答这多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外 好 请左区 第六排 靠右侧的 那个第一位男记者 男记者 对 谢谢主持人 河南报业全媒体 大核报记者提问 我想提问 傅文杰先生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 在监督工作 体制 机制的完善上 做了哪些工作 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谢谢 大核报 现在我问到这个问题啊 这个完善监督工作的制度啊 确实是我们一直在长期坚持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在这方面呢 就十二届全国人大 这五年来啊 在完善监督的体制 机制啊 完善监督的制度这方面 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 我在这呢 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制度 你比如说这个 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建设和县乡人大工作 这方面有一个专门的制度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健全人大呢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 有一个制度 还有呢 这个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的组成人员 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 还有呢 这个 预算这方面的 预算 怎么向代表通报啊 刚才呢 这个我们刘学文主任呢 也涉及到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 还有呢就是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查出问题 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年底之前 要向人大常委会来报告 这个落实情况 解决问题的情况 这样的这个 加强问题的解决 加强跟踪监督 这样的制度 还有呢 就是 刚才 袁寺主任也讲到这个 专题询问 专门就改进完善专题询问 也有一个专门的制度 等等吧 不一而组 这个 这一届的这个 人大的这个 在完善体制机制这方面 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这个呢 就体现在了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与时俱进 这是党的十八大 就 这个 做出的一项 具体的举措 这个 还有呢 就是 刚才 前面的这个 主任呢 都讲到这个 人大的直发检查 张德江委员长 专门把 人大直发检查的 这个机制啊 归纳为六个环节 就从选题 组织 报告 审议 整改 反馈 这六个环节 形成一个 闭合的链条 通过这个 这个机制啊 来增强 人大监督工作的力度 和时效 这个呢 我还想 谈点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完善这个体制机制啊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刚才我举到的这个 这个 每一项的制度啊 它的这个作用啊 我就举一个 专题询问的例子吧 专题询问 国务院的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 和常委会组成人员 大家面对面的 讨论问题 深入的研讨 聚焦那些 特别突出的问题 大家进行深入的讨论 深入的交流 然后呢 达成共识 这个共识 这个共识 就是国务院要出台 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出台政策措施的基础 这是一个 从这个完善这个体制机制啊 形成这个 我有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我就觉得这个体制机制啊 就是我们国家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有了这样的这个体制机制以后啊 这个完善了以后啊 开展工作啊 就更加的优质高效 就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能够真正的是稳中求进 能够真正的是高效安全优质的向前推进 我就回答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题外 请中区第五排靠右侧的那第一位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网的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袁四先生 北京这两天发布了空气重物染成色预警 并且预计重物染天气将持续到14号 然后大家对于雾霾又来了 感觉都不是太满意 我们都知道 环境空气质量是老百姓最关注的环境问题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 要打赢蓝天保卫战 请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环自委 对此有什么样的安排和努力 谢谢 china.com.cn My question is for Mr. Yuan Recently Beijing issued Nair Orange Alerts for air pollution And such smoke will not cease Until March the 14th So many people say that smoke is coming back We know that air quality Is on top of the mind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ighlighted the campaign To make our blue sky coming back again So my question is Can you talk about the measure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ommittee In this regard You're best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s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Forest One thing is It'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the weather And even if it's very important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nly 非常的关切 蓝天是咱们老百姓 最基本的共享资源 同呼吸共命运 谁也躲不开 躲不了 这个水呢 你还能够去买点特质的这个水 空气你是 必须是大家同呼吸共命运 然后常会经常提 就是说民有所乎 我有所应 所以确实这个大气污染防治 是过去这五年 常委会和环子委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 这您问到了 就是说做了哪些努力 和这个未来的安排 这个常委会和环子委 的努力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立法 我们全面修改了环境保护法 这个法是带牙齿 还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 这是和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立法 另一方面就是监督工作 那么因为今天是监督专场 我重点就是讲一讲 关于这个大气污染防治 这个监督工作 实际上这几年几次 咱们这个记者会 我都参加了 已经讲了几年 这是第四年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天天讲 年年讲 越越讲 常委会和环子委高度重视 大气污染防治 坚持问题导向 发扬钉钉子精神 紧紧抓住精金剂 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主动作为 积极作为 连续五年通过专题调研 执法检查和根租督查 等多种方式 持续不断地 深入开展监督工作 推动法律贯彻实施 和修改完善 总的来说 常委会和环子委 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这个方面的监督工作 一个突出的特点 我参加 我参与了这几年 我观察 就是这个丁丁的丁审 不能简单地说 丁丁子 这五年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不断丁丁子 一直丁到底 有这样的一个精神 抓住精金剂 大气污染 这个问题最为突出的 丁子丁 一年接一年的 不断地丁 切而不守 一直丁到底 一直丁到 出丞相 一直丁到 出蓝天 这是我们的追求 2013年 就是五年前吧 在上一届 开始的第一年 我们就组织了 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调研 就出发到 精金剂了 我记着那一年 去从北京 坐高铁 出发 进军 石家庄吧 什么什么 越走 这个天气越暗 就那雾霾就在 这车厢两边 就飘着 就那样 下了车 我们拿手机一看 200度 PM2.5 200度 确实是越走 心情越沉 越沉默 越压抑 是有那样的感觉 那么对 这次调研 对加强和改进 精金剂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受到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 这个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促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气失调 一年 咱们说一年 2014年 2014年 又去精金剂 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 执法检查 指出我国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形势依然严峻 给了一个定性 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 得到了充分的采纳和落实 对法律的修订的完善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5年 我们又去了 经经济 就大气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落实情况 又听取了国务院的反馈报告 这是常委会首次听取 并审议国务院对执法检查报告 及审议意见的反馈报告 是常委会加大监督力度 创新监督方式 增强监督时效的新尝试 2016年 我们又去了 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 检查环境保护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重点内容 深入开展监督 包括 环境保护法 按日计法等等这些 实施了没实施 有多少实施 多大程度的实施 2017年 就去年了 去年是 刚刚开完两会 又出动了 到北京 后来又到京津济 针对北方地区 冬季冬季 冬污染天气 多发的问题 就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采暖 和大气污染防治 开展专题调研 去年 开始 党中央 国务院开始部署 这项政府工作报告里 也部署了 那么 开完两会 就去调研 那么 连续五年持续强化 精津剂等重点区域 大气污染防治检查和调研 有力地推动了 党中央 关于精津剂 协同发展和大气污染防治等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和落实 那么我还我参加了这些直法检查 我一个体会就是很难说哪次出动是纯粹的调研 检查或者是监督 揉在一起的 调研里边有检查 检查里边有监督 这有时候调研呢 这个接待的地方呢就比较 比较放松 就有时候甚至说 我们委员长带队嘛 会员长带队 就说委员长喜欢听说实话 我们就多跟说点实话 这一说实话呢 就把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这暴露出来 我们就借机会 正好就可以监督 就跟上 有时候我们在那车上还开玩笑 你这个事你得处理 你要不处理明年委员长还来 确实第二年就又去 在追踪督查 这个重大的这个事办没办 我去年记者会是讲过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检查监督和督务追踪 这是揉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 精进记这个 如果你们打开那个区域污染 那个图 你看那个手机上有在意天 你看发现那些最黑色的点子 都集中在精进记这一条带上 精进记的大气污染防治 要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他区域地域 应当相对来讲容易一些 就没有什么理由 就没有改善 那么 所以我们就抓住精进记 这个问题最突出的钉子 这个钉钉子不能说好多钉子 我这个钉子钉一锤子 那个钉子东一廊头西一棒头 这不行 所以过去我们选择了一个地区精进记 当然其他地区也有 但是重点就钉这个钉子 一直钉了五年 那么刚才你的问题里还是 后面的安排 根据常委会 把昨天德江委员长做的常委会报告 对2018年工作的建议 2018年常委会还要开展 对新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 和专题询问 那么继续是突出问题导向 发扬不断钉钉子 一直钉到底的精神 深入推动法律贯彻实施 持续跟踪监督和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依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气污染防治贵在行动 承载坚持 希望媒体继续关注和监督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同心协力 共同打好蓝天保卫战 谢谢 好 谢谢 继续提问 好 请左区第三排 靠右侧的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 我的这个问题是提给尹中青先生的 请问过去五年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名声方面 全国人大财经委做了哪些工作 谢谢 National Business Daily My question is for Mr. Ying What did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Committee do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在不仅仁大的财经监督工作 不仅要监督经济发展 也当然也包括监督民生保障 因为全国人大财经委主要是承担 人大财经监督工作 这个财经监督工作呢 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一个经济工作 也是我们全国人大 行使这个国家经济智能的一个主要途径 那么五年来我们在保障经济发展和民生方面 我们主要是在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个呢就是开展计划审查监督 包括对十二五规划 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对十三五纲要草案 对每年的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 进行初步审查 对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那么不仅要靠查这个经济发展 也要靠查这个民生保障 第二项工作就是开展审计 这个预算审查监督 五年来对这个每年的年度预算报告 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结合审计工作报告 对年度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 对年度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项工作就是开展经济运行监督 每年的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你中旬都要召开这个经济形势分析会 与国员有关部门一起来研判运行态势 拖析困难和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来实现经济运行的监督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第四项工作就是开展专体工作监督 围绕常会听取 像这些年来听取 审议防范金融风险 规范政府债务 自贸实验区建设 城镇化 西部大开发 安全生产 国资改革 通筹推进城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等等专题 来组织专题调研 特别五年来 全国政大财经委专门围绕社会保障 与建设 连续开展跟踪调研 来联系国务院有关部门 做好专项工作报告的工作 第五项呢就是开展执法检查 我们与其他专门会一样 都承担了常会一些执法检查 那么涉及的 例如我们民生方面的 2013年在本建 12建全国人大厂会 刚刚通过旅游法之后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 就对旅游法的进行执法检查 我们检查的重点 主要就是零付团费 那么在这两年 我们还检查了食品安全法 检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去年还专门检查了产品质量法 这就围绕着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 来进行发现问题 来协助常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保证这些财经法律 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所以在开展这些财经监督工作中 我们一直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改进监督方式 不断增强监督时效 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努力 第一个就是依法监督 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使监督职权 履行监督智能 执行监督程序 追究监督责任 既敢于监督 不怕红脸 不怕呆贼人 又善于监督 硬化软说 多提建设性意见 来充分发挥这个人大的监督职能 第二个呢 就是正确监督 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 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 以及新产生的监察机关 包括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 那么智能不同 但目标任务是一样的 人大开端财经监督 不是唱对台戏 不是故意找查 我们既要通过严格的监督 来纠正偏差 追究责任 又是从善意来帮助 开服困难解决问题 在监督中体现支持 在支持中加强监督 共同来推动工作落实 第三个呢 就是精准监督 财经工作设计面很广 刚才讲到民生 我们也包括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它设计面 但是财经监督呢 一定要抓住重点 抓住关键 所以要围绕着这个 这种突出问题 特别人民群众反映 突出的问题 来研判态势 发现问题 提出有见解 有分量和操作性 强烈意见和建议 来督促这些财经法律 得到实施 来推动财经工作 开展 来促进计划和预算 得到实施 那么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有效监督 讲究实效 也是我们人大财经监督工作里 融合化体 所以我们不断地加强监督力度 提高监督效率 增强监督实效 真正像我们刚才 袁准提出的一样 让人大监督工作 长出牙齿 取得实效 使我们人大的所有专门会 人大常会 开展监督工作的 一个最终的追求目标 最终使人大的监督工作 能够取得党和人民群众 满意的效果 谢谢 好 继续题外 请中区第二排 来 中间那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北京时间的记者 这个问题想提给 预算工委刘修文副主任的 我们知道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加强人大监督 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管好人民的钱袋子 就是要加强人大 对政府全口径 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那我们了解到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加强全口径审查 全过程监督 以及预算联网监督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全面开创了人大 预算决算审查监督 和国有资产监督的新局面 那么想请问您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预算工委 这五年 在创新预算决算审查监督机制等方面 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取得了哪些重大的成绩呢 谢谢您 Btime.com 您可以给您的预算 您可以给您的预算 您的预算 您可以给您的预算 预算 掌材报告里面 所做出的 给的这个预算审查监督 这么高的肯定和评价 总的来看呢 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带下 成功能达常委会 积极预算工作委员会 就是认真走织完成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整合 提出来的关于 加强人大预算 最上审查监督 国有资产监督职人的 这项改革任务 总书记高楼重视 市值组织会议 听起汇报 做出明确指示 提出明确要求 党中央呢 为此还专门自发了 三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刚才前面我已经回答了 那个指导性文件 应该说这五年来 我们人大预算 桌上审查监督的机制 是在不断地创新 审查监督的牙齿 应该是越来越硬 审查监督的时效的话呢 应该也是明显提升 我检要的报个账 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第一就是2014年 我们修改了预算法 原法是79条 我们修改了40条 就是增加了26条 同时的话呢 还制定了环境保护税等 三部税法 我们憨施了 我们那个审查监督的 那个法律基础 第二个就是2015年 我们就是建立了 审计整改情况 向陈国人大报告的新机制 而且连说三年 天启国务院 关于整改情况的报告 切实纠正 雷神雷方的问题 第三就是2016年 我们建立了预算审查前 天启人大代表和社会国界 意见建议的机制 主要就是想广泛听起意见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 第四呢就是2017年 我们大力推进了一个 预算联网监督 推动了全国人大和31个省级人大 当年实现了预算联网 努力呢 应该说是初步实现了 我们对预算支现成过程的 实时的 在线的进度 第五呢就是 三个月之前 我们建立了国务院 每年向陈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市场管理情况的制度 实现成口径的报告 成过程的监督 成面依法公开 确保国有职场 服务发展 招呼人民 第六呢就是这次大会前夕 刚才我已经搭过 就是3月3号的 我们制定了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重点 向资助预算和政策措斩的指导意见 确保党和国家的大政方政政策 能够落到四处 汇集北信 第七个方面 就是我们加强了 对重大财税问题的专题调研 加强了对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水利资金 财政教育资金和科技资金的 专项的监督 下一步 我们将在党中央的 七中统一领导下面 仅仅为了 若是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本次大会会议的精神 更好地发挥出我们人大的监督作用 我们要监督各级政府 把人民的资金 用好 用在刀刃上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左区第六排 靠右侧的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以及国际在线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内思维的政委员的 那当前呢 其实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 那请问全国人大将如何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以及在具体的监督工作中 来提升监督时效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的理论 人口老龄化应该是指国上下都高度关注的社会发展现象 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 有的自己一些显距的特点 就是石头快 规模大 同时还半熄的小子高龄化现象 哼潮化现象 家庭结构小型化 或家庭保动功能快速弱化的这样的现象 我这里有一只试句 就是我们是1999年 60系以上的文口 颠到总文口的10% 这个是近闻老年社会 到2017年底 这个颠比已经提高到17.3% 65系列以上的文口 在2000年的时候 颠比它到7% 就是近闻 它又 天外国有两个指标嘛 就是2000年 65系列以上的文口 电子文口7% 到去年底 已经到了11.4% 这个思路之快啊 可以说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现象 第二个指标呢 就是我们的规模 2011年底 2011年底 60系以上的文口 它到2.4亿亿亿亿亿 65系以上的文口 它到1.58亿亿亿亿 全国文大历思维啊 在常委会的统一部署下 我们紧紧抓住 这个养老保当 这一名声的 悦点 蓝点 问题还准监督工作 从2015年到2017年 进行了连受的 三年的跟踪监督 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点情况 2015年上半年 历思维就等待养老服务的 情况还准专利调研 为偏制国家十三五规划 提出相关建议 调研自身份天津 荷兰两地实地调查 同时还委托 吉林丹九个省区市的 文大历思维协助调研 我们听及有关部门的意见 邀请官家学者进行论顿 还好查了韩国意大利的 养老服务警告 于2015年6月份 向常委会提交 官邻调研报告 等待实践中 养老服务的重点难点问题 提出要加快 要把这个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那月到国家十三五规划 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且设为居家养老提供 良好的社会服务 要建立唐旗调付保险制度 要大力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 应该说许多利用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 以及今年去台的相关登彩中 得到了理性 2015年下半年 历史委协制常委会 历史委牵头指质 还专老年们传疑保障法的执法检查 这次执法检查 由四位服务员党等分别代代 到山东等六个省市进行检查 同时委托其他 25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阵营自查 检查的重点就是国际政府实施 老年们传疑保障法 完善老年们合法传疑保护机制的基本情况 社会养老服务理学建设情况 老年们社会救助情况 和老年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情况 这个执法检查报告呢 是在15年12月份 在理12届前国文大常委会 理18次会议报告 这一报告填通常委会 子团们们的审理意见 一并提供给国务院 国务院在2016年8月底 在理12届前国文大常委会 第22次会议上 专门报告了 关于研究处理 老年们传疑保障法 执法检查报告 其审理意见情况的反馈情况 在执法检查中提出的问题 提出的建议 应该是自主的前面的非用 在国务院反馈情况以后 历史委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 并多求有关方面 至好相关工作 历史委领导和子团人们 有先后的造访 老年办 民政部 财政部 文社部 等六个部委 大家面对面地在一起 就是待遇我们的执法检查 有关老年人传疑保障方面的 还有什么问题 采取哪些改进措施 进行交流 进行交流 同时还赴北京 宁夏 再次进行调研 这一东行政了一个总报告 五个分报告指成的 应代人口老龄化 发展养老服务的专利报告 并且上报了前国文大常委会 这个五个专利报告的分别是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 配进一氧结合 建立堂旗 照付保险制度 加快养老服务 云产的批养 这一子报告 强势地介绍了 密格专利的基本金刚 现实问题 提出了距离建议 等待性 操作性都很强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事 应该提出了 很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 2017年 历史伟又再次指的专利调研 这次的专利调研的距离 就是全国养老院的建设情况 调研子藤传分别 到山西浙江服务栏实力调研 并且深厚少海次次专利会议 定期法改委 民政部 老龄办 魏纪委等部门的情况介绍 以及北京 上海 山东 荷兰 江西等里有关单位的情况介绍 在前面调解 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分离状况 实力适合情况 公办民营情况 社会力量举办情况 一样结合情况 服务的规范和质量 等重点难点问题后 再次提取最有等待性的意见 并多求有关部门加以改进 所以从2015年到2017年 联修三年跟踪监督 包括一次执法检查 三字深热的捐体调研 多个等待性很强的调研报告 以及与多个相关部门 这种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待遇推动老年们传与保障法的 全面观察设施 或推动我们国家 这个老有所养的一套制度理系的构建与完善 应该起到了一些重要的图定作用 谢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请中区第五排 对 就这位站起来的记者 感谢主持人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我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启卢网闪电新闻记者文婷 我这个问题想请问吴恒先生 是这样的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促进科技成果准化法 来进行了这个执法检查 然后在这个执法检查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另外这个执法检查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来进行了这次执法检查 而且检查之后全国人大 有没有就一些工作 然后来进一步地推进 监督这个法律的实施 另外卓眼未来还想请您谈一下 在今后 就是全国人大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来进一步地加强执法 改进工作 谢谢 I'm with Shandong TV In 2016 the MPC Standing Committee inspecte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behind this inspection and what are the problems reviewed also what about the follow-up work of the MPC in this regard Can you also talk about what else measures will be taken to further advance the law enforcement 好 谢谢我们这位记者 在最后抢到了这个问题 创新 是我们新发展理念里面的 最重要的 列在第一的一个要素 那么我们党呢也提出来 党中央提出来 要构建创新型国家 那么创新 在一般人的认识当中 这个科技成果转化 那是必须的 那么就像这位记者朋友 所谈到的一样 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这个科技成果促进法呢 做了大修 那么在这个法的大修里面呢 修了很多内容 其中我想呢 有两点 可能都是 这个 很流行的 一个就是不低于50% 第二 就是对这个国有资产 这个无形国有资产呢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一个说法 不低于50%嘛 就是说科技成果转化 它获得的收益啊 要向这个科技人员倾斜 那么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呢 或者是约定的话 有约定的话 就是跟这个单位啊 它的分配呢 应该不低于50% 这个是很大的 跨境的一步 这个所谓破除 这个无形国有资产的 这一个月数呢 月数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多的科技成果 我们很多科研单位啊 他们是呢 运用这个财政性资金 或者财政性资金资助 来进行科技研究的 所以这种植物成果呢 以前它受到了这样一个 它是一种无形的国有资产 这样的一个月数 所以在转化的时候呢 特别是像这个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单位进行转化的时候呢 它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障碍 那么跟前面的一些 这个专门委员会的同志 介绍的情况一样 科技成果转化法 在这个大修完成以后 不到一年时间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组织了执法检查 由王成副委员长 接秘书长 还有陈竹副委员长 及几位副委员长 这个带队 吩咐贵州等地呢 开展这一个 转化的执法检查 那么可能有同志会 有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这个执法检查呢 往往是对这个法律实施 一段时间以后 它到底还有什么不足 还有哪些困难 还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 这样呢 它有一定的实施时间 来进行检查呢 才觉得比较合适 你这个法律实施 就修改以后的 还不到一年 你就来组织执法检查 这个效果是不是要打折扣 当时常委会的领导 就明确地说呢 这个执法检查 肯定的是要促进 这个法律的实施 那么当然是要发现 这个执法检查 法律实施过程当中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第二一个 执法检查 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重磅的 这个法的宣传 那么通过这个执法检查呢 来可以 让全社会进一步了解 这部法律的要义 第三一个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 虽然这个法律 它实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它有助于 通过执法检查呢 它是无形当中 就推动了国家有关方面 来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国家的法律呢 在进一步完善实施的时候 我们还要讲到 它还需要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政策 规则 才能使得这个法律的成效达到极致 那么在我们实施检查过程当中 那当然了 科研单位 科技人员 那是欢欣鼓舞了 那么我们在事实上 也起到了一个法律宣传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我体会啊 在这五年来 我们所参加的执法检查的活动当中啊 这一次科技成果转化法的 执法检查 一个最大的亮点之一呢 就是实实在在的 带动了 推动了 国务院有关方面 出台相关的政策 规章 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 仅仅是在我们执法检查这段时间 包括在这之前 出来大概有20多个 那么这就使得 这部法律的实施落地啊 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是我想呢 跟记者呢 这个说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解释啊 为什么他实施不到一年 就开展执法检查 他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 通过执法检查 我们也进一步看到啊 这部法律在实施工程当中 虽然我们在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 尊重技术 这样的一个思想原则指导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法律的 一些这个条文当中的一些规定呢 一旦他在落地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科技成果 转化法执法检查 工作完成之后 王辰副委员长 也向常委会做了报告 常委会审议完了以后呢 也提请给国务院了 把那个审议结果 那么国务院也做了反馈 但就这样 常委会领导认为呢 这件事情还不应该晚 所以继续进行这个 我们叫跟踪调研 果然在跟踪调研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们新修改的 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法里面呢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 这个是有规定的 刚才我说了 不低于50% 但是 对于这种权益取得 它所带来的相关的一些税负 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这个法里面 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 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科技成果 作家录股 与一次性的获得转化的 这个收益 这两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吧 因为它作家录股 它这个后面取得的收益 可以逐步来 所以说这个录股以后 它不断地有这个收益 它就不断地有收入了 还有一种呢 就直接 老百姓的话 就是一次买断了 那么就是一次呢 就收回来了 那么这两种方式 都是科技成果转化所允许的 但是 它对科技能源带来的收益 在税负上 却碰到不同了 那么受这个累进税率的 这样的一种个人所得税啊 这样的一个 目前我们现行的 这个做法的 是这样一个做法了 因此呢 有科技能源给我们算账 他说如果按照一次性 这个获得这个转化收入的话 那么这个税负啊 可能要高达它的收入的二分之一 那就是说 相当多的这个转化成果的 转化成果转化的这个收入啊 就并没有 达到我们这个法的宗旨 是确定的 那么王晨同志 亲自参加了这个跟踪调研了 到武汉到北京 那么也 这个跟科技能源 科研单位 这个面对面的交换意见 那么我们就感觉到呢 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 把这个执法检查 落到这个时效 落地 真正见到时效 那么之后呢 就把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提出相应的一些建议 请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来进一步的研究 看看怎么来实施这个问题 真正来体现 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 真正来体现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这样答复 不知道是否满意 谢谢 好 因时间关系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媒体朋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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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